這題材我想做很久了 但是因為成本高啊 耗勢來傷的打坐一直沒有做 但是是總是要有人做的 所以歡迎收看我們今天這一期 牛奶測評 這一次我們買了市面上50款牛奶 這一次我們的牛奶都是網友推薦 是屬於非常冷門 有一些是地方特色的奶 這一期成本也是非常高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給這期視頻點個讚 感謝大家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這一期的標準 鮮牛奶不納入純牛奶 皮唇乳不納入純牛奶 嘴牛奶不納入純牛奶 配料表不是只有剩牛乳的不納入純牛奶 還有一點硬性要求 每盒價格要在3塊錢以下 因為這是我認知裡面牛奶差不多的價格 第一個 賣去的純牛奶 奶味不是很重啊 好像是有一點點咪咪甜 1到10分的話可以先給它打個5分 下一個 雪寶純牛奶 這個純牛奶也是有點甜 但是它的那個黏味淡了不少 1到10分的話這個也5分 下一個 紅莓乳葉純牛奶 這款是代妝的啊 這款奶味還挺濃的 甜味又降低了一點 但是它能喝出零食的奶腥味 1到10分也是5分 下一個 西北邊塞純牛奶 這款奶味超級重的 但是它的腥味也是要比前幾款要多重個兩成的 1到10分這款可以打6分 下一個 得意乳葉純牛奶 啊 抬走抬走 這奶味有點淡了 1到10分打3分 下一個 天有純牛奶 這個也很水 3分 下一個 共港1號純牛奶 對 大家看到自己喜歡的牛奶 可以在評論區彈幕給它打call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 前面那個有濃的牛奶以後 就是喝這些就感覺像喝水一樣 這個也很淡 下一個 白色純牛奶 這個牛奶味其實說不上它是很濃 但是它是有一種那種奶片的那種味道 這還是有點奇特 1到10分這可以給它打到6分 那1分是它這個奇特味道加 下一個 三色格純牛奶 這個牛奶我跟你說 我是找代購買的 這個價格不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這個還是有一點溢價 但是呢 就是代購價加上去 也是差不多3塊錢以下 哇 這個奶還蠻貴的哦 怎麼那麼水呢 喝起來 提到10分 這個給個3分吧 各位先停一下 下一個 鄭川純牛奶 3分 這也很淡 下一個 三元純牛奶 這款它的奶味和那個甜味 是跟那個雪寶是蠻像 但是要比雪寶稍微好一點 這個1到10分也可以給個6分哦 下一個 紫苑純牛奶 這個喝著跟那個早餐奶似的 提奶味也沒變強 但是也是天使主義類的奶味 1到10分可以打個4分吧 下一個 莊圓純牛奶 不是為什麼這純牛奶 有一種薄荷味是怎麼回事 但不要不要只有生牛乳 奶味其實也不是很重 1到10分可以打5分吧 我知道了 那這是奶牛吃的是薄荷 有可能 下一個 黃尊純牛奶 這個還可以 它是屬於純牛奶的plus 它這個奶味僅次於我前面和那個西北 但是呢它沒有西北的那一種奶腥味 這個1到10分可以給它個6分 下一個 5層純牛奶 啊 抬著抬著 三手 兩分 下一個 桑花純牛奶 這個奶味也很重 也是沒有奶腥味 它這個奶味大概是要比我前面的黃尊低的 1到10分 這個也可以6分哦 下一個 雪頓純牛奶 啊 抬著抬著 3分 下一個 玩達山純牛奶 各位牛奶喝多會不會奶中毒啊 我感覺頭有點暈呢 是不是混合的奶太多了 沒有一個點讚感覺是毫不了了 4分 下一個 悠然純牛奶 礦泉水 不配有 下一個 海河純牛奶 這個品牌就滿香菜牛奶 那是一家的 前面有一款牛奶就是也是有奶片味的 這個和那個很像 跟那個一個分嘛 下一個 衛港純牛奶 我這麼愛喝奶的人 喝這麼多款奶 也是有點頂不住 喝多的有點 小兔 4分 奶味也不是很重 下一個 歐亞純牛奶 歐亞這個奶是要比我前面那個衛港稍微好一咪咪咪 它是能喝到一點牛味 就是奶腥味 這個也5分吧 下一個 旺旺純牛奶 說的時候我一直不知道旺旺是有純牛奶 一直以為他就做那個旺仔牛奶 沒想到他還做純牛奶 鯉魚色的蘋果拿到旺 哇 奶味其實也是濃的 奶腥味也是有一點 5分 今天這版沒有一個7分 我不是看你挑不出一個7分 下一個 意義純牛奶 這個也5分吧 有一點點蛋 下一個 加寶純牛奶 帶走 蛋 4分吧 下一個 紅橙純牛奶 帶走 帶走 這個怎麼那麼淡 僅次於那個沒有分的那一款 下一個 上司莫長純牛奶 上司 可是那個上司 不是上司 普通話有點不標準 3分 下一個 風型牛奶 4分 下一個 沙漠純牛奶 我跟你說 我今天要是要去上廁所 拉出來都是牛奶 這個還可以哦 這個大概也是一成的奶腥味 但是它奶味是挺牛的 這個能給個5分 下一個 花花牛純牛奶 我是在喝礦泉水嗎 可以儘處於那個沒有分的 那那3個給我放一起 我一起啊 一家人 下一個 金劍牛奶 這個很像那個什麼 我咬了一勺子的奶粉在杯子裡 然後呢 我加了兩斤的水進去 這個也給我放在那個一起啊 四四同堂啊 下一個 柯迪純牛奶 補婆麗門 下一個 金河牛奶 溜溜大蒜 沒有 這個還可以 4.5分吧 下一個 加力純牛奶 這個帶走有很多味道都很像 就是那種奶片味 是比一個地方產的奶 我覺得可以給它們放在一起了 下一個 青海扁牛奶 那這個我看了一眼 它配料表是那個 扁牛生牛乳 這個我不太清楚 能不能放在我們這一期評判表 這個我可能就買錯了 可能就買太多了 有一種遺漏 可以理解 那我們也試一下吧 溜溜大蒜的 奶情味很重 那個牛奶味很淡 最後一個 下淨純牛奶 你舌頭都是白的 真的嗎 嗯 哇 叫一號 還不錯哦 5分 你剛剛那句還不錯 好像周杰倫的那個 不錯 哇 沒有 不要喊我本名 我都用異名了 下一個 天润純牛奶 這也是補牌的 我一聽聲音就知道了 因為有一些牛奶它沒到 又過了一周以後它還到了 所以我來給大家全部拍完 怎麼說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博主 是不是 天润這個很濃 但是它又沒有我們第一款 喝的那個西北邊目的那麼濃 但它也是沒有奶行味 這個1到10分也可以打6分 下一個 伊犁純牛奶 嗯 這個整體差點意思 它的奶行味也差不多是有2 但是奶味的濃厚度也都不夠 這個只能給個4分 下一個 瑞蓋純牛奶 說 嗯 這其實整體也行 但是它的奶味也是有點淡 整體也只能4分吧 各位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稍微小總結一下 這一個牛奶 這個是最濃的 我甚至覺得它是有一點提純乳性質了 但是它配料表確實只有生牛乳 它的牛味也是最高的一款 能接受這種奶行味的 這個你可以試一下 比較其次 這一款最逆牛奶 我覺得它最均粉 它是沒有奶行味 但是整體的奶味來說都是比較濃的 不喜歡喝奶行味的 這一款我就可以試一下 還要加一個我們這個天潤純牛奶 如果說你相信我的話 可以根據我的評分 你就去挑選一些最適合自己的奶 然後這一期的話 我們也就只是口味測評 是一些簡單的 主觀的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一定要點個贊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感謝你 有你在真好 然後我要去串了 希望你們以後再也不喝牛奶 今天感覺在成熟住下來